七门学在胸部,当乳头直下第六类间隙,前正中间旁开四寸,乳头直下两个肋骨间隙,按压有酸胀感触即是该学。 七门学,七,七望,迂会之意。 七门学是甘经的墓学,是甘经中最上面的学位。 真九甲乙经中说这个学位是足太阴脾经,足觉阴甘经和阴为脉的交汇学,门是指出入的门户。 书甘经,墓学是脏腑之气汇聚于胸腹部的特定学位。 七门学就相当于甘的墓疗,甘遇到麻烦了,他就会帮将军之官出谋划策,因此七门学为书写甘胆的首选学位。 七门学也是一个容易预读,却也可以让身心大放松的学位。 平时爱生闷气,情绪抑郁的人,甘气很容易在这里预住,经常疏通七门学,一方面可疏解甘气,缓解情绪抑郁,同时缓解因甘气不疏导致的胃气不降,因此还能调理消化不良。 很多女性在来月经之前乳房会疼,这时候只要按七门学,开了这个门,乳房的疼就慢慢减轻了。 为什么呢?因为在正常情况下,甘气从七门进入胸腔,然后就直接上头了,如果七门不开,甘气就会往上顶,从而导致乳房疼痛。 乳腺增生一般都长在七门这个地方,增生也多因甘雨,情绪抑郁引起,日常注意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问题也很重要。 我们日常保健以暗柔为主。 先用手掌轻擦双侧鞋部至微微发热,然后用拇指纸面着力于七门学之上,由轻置重,待产生酸、麻、胀、痛、热和走窜等感觉后,再施以暗柔的方式,让刺激充分达到肌肉组织的深层,持续数秒后渐渐放松。 如此反复操作,左右交替,每次美学按压三至五分钟,每日两三次即可。 也可以使用爱调旋久磁学。